说出去你就不怕人家笑话 铁王爷家倒是有茶宴 还说是皇上欣赏的 我看戴大少爷不太爱喝 修华 你跟娘说说 铁王爷见了戴大少爷 拿了那么多的礼品上门 是不是乐疯了 有没有说什么疯话 哥哥 哥哥出来了吗 那个哥哥呀 七姑 八七姑 是谁呀 七姑在家的吗 在呢 哟 铁王爷 是您哪 王爷 您这是 戴家送的聘礼 连投聘都带来了 六礼齐了 还得老家的七姑 你退回去吧 王爷 我和七姑说了半辈子没了 从没听说过 六礼齐全后给人家往回退的 为啥呀 为啥为啥呀 为 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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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吧 铁王爷 您家哥哥多大岁数 不是你整天三番五次地求我 让我给你闺女 找一个好人家吗 是 是 还是我贵妮这门亲 还得拜托她七姑 把戴家的礼啊给退了 那家立马就上门求您了 那家 何其国 你 你这就办的什么事了 你还说自己是神仙呢 我喷 呆老爷 我啥也不说了 我真的没想到 会遇上铁王爷 这么个老不要脸的 那我也是说了半辈子没了 从未遇过这么丢人的事 得 您骂吧 您骂什么我都听着 还有 这是您给我的赏钱 我全部还给您 往后 要是在大街上您遇见我 我指定绕着走 绝不让您看见我 天都 何其国 我们老东家请您去一趟 你们老东家 哪位啊 洪圣堂大药房那老爷啊 那老爷请 您这是要给我的赏钱 不比对门老代姐给的少吧 我跟老铁有交情 商量吧 三枚六拼太麻烦 六里合一 明儿个就请你去带路 让我儿子认认他老丈人的家门 我跟老铁有交情 三枚六拼太麻烦 三枚六拼太麻烦 六里合一 明儿个就请你去带路 明儿个就请你去带路 哪位公子说亲呢 我就一个儿子 纳图鲁 纳图鲁 那老爷 您是不是老糊涂了 纳图鲁不是早就成亲了吗 十年前我给宝子买了 休了 啥时候的事 就劲了 这不要去铁王府提亲吗 就把之前的那个给休了 那老爷子 您这事做的 可真够损的 没错 我是个媒婆 我就靠给人说亲领赏 养家糊口 可我已经拿了人家代价的钱了 我就绝不能再拿您的 甭管您给多少 没听说过 一个媒婆 同时给两家说一个闺女呢 天下就没这理 那老爷子 这事啊 您另起高明吧 这事啊 好了 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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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这事啊 那是没错 什么事啊 这事啊 老公 你看 我们 你还有脸再来 戴老爷 按理说这媒婆呢 不该挑唆闲事 可今儿这事 我真是咽不下这口气 刚才铁王爷跟我说 说是 退了你们戴家的亲 拿家立马就回来找我 我以为 是铁王爷抽大烟抽多了 糊涂了 说浑话呢 没曾想 这是真的 你说 这事跟对门拿家有关系 我刚才跟您说过了 你骂我什么我都听着 不过我得把话说清楚了 你们戴家这门亲事 说不成 不赖我何妻姑 娘 您别发那么大伙 您不也说了吗 铁王爷抽大烟 是个大烟鬼 你跟个大烟鬼 论得着理吗 不值当的 这个事吧 怪我 我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一上来 就给代他少爷 说他是玉格格 你说格格他爹 虽是个大烟鬼 那也是正经八百的王爷呀 在热河 想找这么个家似的 哪儿还有啊 再说了 那玉格格 长得跟画里的人似的 代他少爷 还跟他见了面 热河再也没有比玉格格 长得俊的姑娘了 怎么没有 哪儿啊 我呀 我说你个小骚蹄子 你 人家是金枝玉叶 你就是一个烧炕的柴火 你能跟人家格格比吗 我体格比他壮实 比他能干活 比他能生娃 嘿 我的娘啊 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 没羞没臊的玩意儿呢 怎么了 娘 我也到了该家人的年龄了 我看代大少爷挺喜欢我的 呸 什么呀 什么 什么就喜欢你呀 我告诉你 我就你这么一个闺女 我把你拉扯那么大 我容易吗 我指望的是 你能给我招个上门女婿 给我养老呢 代价是什么家事啊 能看得上你 代老爷子可还健在呢啊 代的少爷 能抛下那么大的家业 给我一媒婆当上门女婿 做你娘的春秋大梦吧你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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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不出孩子了 你生了我人 可是你别让我回娘家 行不行啊 我就留在家里当个下人 我一定好好伺候大少爷 好好伺候老爷 我们家有的是婆子 还用得着你 哥哥马上就要进门了 你老赖着不走 算怎么回事啊 哥哥 谁 谁 哥哥 哥哥 我瞧了你 回去啊 跟你爹说 他种我们家那几亩地 往后啊 就不用采交租子了 哪天呢 让他来招管家 重新写个地契 那齐母爹啊 就归你们娘家了啊 快谢谢爹 快 谢谢公公 谢谢 走吧 有了这齐母爹 你回去了 娘amente 也没人敢欺负你 走吧走吧 我疼 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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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爺 听我说 你不是不知道 我做不了我爹的主 不过你放心 等过了两年 我一定想法子把你再接回来 什么狗屁哥哥 他爹就是个抽打烟的 我就不相信了 他进了我那家的门 能做得了我的主 你说的是君子吗大少爺 我还能恋你吗 你想想 你不是孩子 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是十年了 我没把你修了 我还能骗你吗 走吧 慢着 大少爺 你瞎子再走 走吧 大少爺 你的大恩大德 我这辈子都不敢闹 我回了娘家 我能受多少苦 我一定会等着大少爺的 我一定会等着大少爺的 爹 又怎么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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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个何七姑太不识抬举了 一个媒婆子她敢撅我的脸 那多喽 爹 这口气我可演不下去啊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 你那些虾兵蟹将 在成德肩上不管什么事都能够整明白 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何七姑气死你爹 爹 小您说的 我就是一个媒婆子 突然回去看看 气死我了 哼 哼